那我先直接就是試色給你們看 它的底妝棒有三個顏色 白皙、自然跟健康色 那我自己用的是自然色 那我現在示範給你們看的是白皙 看得到白皙是長的那樣子的 我自己是自認為我最近有曬黑 所以我就不是很敢用白皙 對 所以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這是自然膚色 看得到一點點的差別 就是健康膚色 看得到健康膚色稍微就比較重一點點 它的質地阿是這種 有點像是 稍微有一點點油油的感覺 還蠻好blending的 它不是很乾的質地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推完之後的膚質 我最近真的還蠻喜歡用它們的底妝 好 再來是唇頰彩色色給你們看 它讓我有一點點困擾是 因為它的棒子上 完全沒有寫它是什麼產品 所以我每次都要每一個打開來看 就是 好我等一下再查一下它這個色號是什麼顏色 這是粉紅色然後它就是我嘴唇上的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我越塗越大欸 好再來是 再來這個是叫什麼 少女粉 我覺得它稍微比較像是 粉然後帶一點 它 我塗在橘色旁邊你們看得到嗎 就是這個粉就是橘 它比較像是 嗯 Peach的顏色 在旁邊這個 跟我相較於我剛剛第一個畫的這個粉色 它是比較稍微帶一點點Peach 稍微橘調的粉色 再來呢是修容跟打亮 那修容的話呢 我自己現在臉上上的就是它們的修容跟打亮的顏色 那 上在最前面這邊 修容 再來是打亮 打亮就是還蠻白的 我直接上在這裡 看得到這個打亮的顏色 我今天上的顏色都是上還蠻重的給你們看 但其實上在臉上不會那麼誇張 你看我的修容其實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打亮是長這樣 對 然後我一定要特別特別推薦的是 它們有寄刷具給我 然後這個刷具 非常非常非常好用 它的毛非常非常的順 然後它偶爾會掉毛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很瘋狂掉的那一種 所以對我來說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裡面 它是五角形的嘛 反正就是奇怪的形狀 然後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它推開底妝能力很強 它不太會有刷痕的問題 然後它上妝真的超快 我等一下會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你們 呃 用底妝棒上在臉上 然後直接用這個刷具 因為它有一個角度 呃 這個角度 這樣可以直接 就是把臉這樣戴開 所以我覺得上學的時候上這個真的超快 就是 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馬上就塗完 你們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影片 刷具我真的還蠻推薦的 就是這個刷具 不太會有刷痕的問題 我們剛剛很簡單的試色 就在這邊 我等一下會用到的是 打亮 修容 然後 自然膚色的粉底 跟第一個顏色的 就是唇頰棒 這個顏色的唇彩 好 那就快讓我們來開始 嗯 我自己現在用的顏色都是 自然膚色 它的顏色是比較 就是接近我們 皮膚的顏色 我自己皮膚的顏色 好 那我上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它 看你要怎麼樣 就是這樣要厚 就是畫在你的臉上都OK 這樣 就先簡單的這樣畫 再來就可以拿出 他們家的這個刷具 就是很多 五角的這個刷具 它的 那個五角型 就是我覺得 尤其是這個動作的時候 非常適合 就是 它跟你的臉很合的感覺 現在這樣 上上去 就是它推開很方便 然後 不太會有刷痕的問題 我自己用下來 你看我這樣 推開 就是沒有刷痕的問題 這刷具我是還蠻喜歡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上完之後的妝感 好我現在把簡單的眉毛補上去 我現在覺得我整體其實已經幾乎就是可以出去的狀態 平常上學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遮瑕度真的還算蠻不錯的 好 再來我要示範的是修容 然後打開 它修容是長這個樣子的 那我就直接上囉 額頭的邊緣我會上一點 可以看它的顏色 它其實比較像是很深的粉底的那種感覺 好 然後 你們可以自己斟酌 就是 看要怎麼樣 上你們的修容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臉型不太一樣 但是 我基本上都是 上我平常 就是 那種粉狀修容會上的地方 你們現在看得出修容這個 比較橘色調的感覺 它的顏色就是不是很明顯的顏色 它就是比較深的粉底 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你們可以看它其實跟我旁邊的粉底 就還蠻融合的在一起的 再來呢是打亮 它的打亮是長 這個樣子的顏色 然後它上面 名稱我記得它寫的是 銀灰還是銀白色 那我自己上這個打亮的方式 我比較不會直接塗在臉上 因為我覺得 這樣會把剛剛我們上的粉底 還有修容 就是 感覺會把它的那個底 就是給抹掉 所以我自己習慣是用手上 然後稍微就是沾在想要打亮的地方就好 我覺得它手上是這樣有點白白亮亮的感覺 那我就直接 像是額頭 額頭 然後 這個地方 然後鼻頭 唇中 然後下巴 看得出打亮的效果 就是它其實就是 嗯 打亮效果蠻明顯的 那就是顴骨上面這裡 看我畫一個亮亮的 然後就用手把它輕輕的拍開 看這個光了嗎 先來畫這邊 然後一樣 把它拍在這個上面 你看得到 馬上打上去的感覺 然後你就用手 把它 拍開 再來呢 是唇頰兩用的唇頰棒 然後 它是長這個樣子 它就是 你上去之後 你可以這樣子把它暈開 它就會變成淡淡的腮紅 你有沒有看到對不對 對 所以它其實像腮紅還蠻OK 但是這個上唇部 我覺得有一個小小小的小問題 我先上給你們看 它上唇部是什麼感覺 我直接用手沾去 因為 它的那個頭比較 不是可以直接塗的我覺得 我一開始其實 用這個唇頰棒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那麼喜歡上在嘴唇上 因為就是它這個設計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塗好好的塗邊邊角角的部分 但是這兩天我就用手上上看 然後 它其實不是像你們一般唇膏那種很 很 很shiny很shiny的感覺 它比較像是霧面唇膏的感覺 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像這種需要用手上的這種唇膏 如果你的嘴唇不夠滋潤 或是有死皮的話 容易因為這樣塗 然後你的嘴唇就會搓出皮 所以我比較建議 如果你 喜歡這種像是霧面效果的唇膏 然後你覺得用手上OK 那 這一支OK 但是你要好好記得 就是嘴唇要保濕 不然的話你這樣 用手沾然後塗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有 比較乾的感覺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這就是我現在幾乎每天 出門的routine 就是我就是 拿那個刷子裡面 看到它上真的超快 然後就是修容 旁邊稍微打一下 然後打亮壓一壓 我就會直接出門